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从MangoDB里面读一堆数据出来 但是也会发现那些数据里面 就有很多我们并不想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就可以来辨理一下climation.find 对不对 比如说data等于climation.find 然后我们forI in data 对每个I我们可以做一些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data list里面去 那做什么操作呢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找一些想要的不想要的我们都不要 对不对 那就是应该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先打印一下I 我们看一下逆桥出去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break掉 然后后面先注册起来 break现在干什么对不对 终止所有的循环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哪些信息我们想要的 比如说info我们想要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建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叫time等于一个字典 那么time info对不对 就等于i info对吧 然后呢 realestate还有这个rating count 什么 rting count cout rating count 就等于i r rating 然后呢把count换进去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rating value 对不对 对于i rating value 那么还有什么呢 title 对不对 不是写错了 应该把time换上去 我们按一下cout 对于i cv category 表示国家信息对不对 好像就这些有用 其他好像都没什么用 还有什么样的 演员导演好像可以有些用 对不对 那么导演和演员放进去 这样 在这个图片说 在info里面有对不对 在info里面有 info里面这些字段 你从哪些角度里能看得来 当前他是导演还是演员 你判断出来 他是这个分类还是演员 怎么判断呢 判断不出来 没发现 能力界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这个字幕上 里面判断出哪一个 他到底是演员还是导演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time open到datalist里面去 open的 然后time 那么到时候 datalist里面就会有很多东西 我们使用dataframe把它加载出来 然后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df 是不是都是比较干净的一些内容 我们可以拿着他进行后面的 要进行的处理 对不对 看怎么写错了 他这个p里面 就这个样子的 数据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中间这里一个换行符号 看见了吗 表示什么意思呢 下面的每一行 和前面这一行 其实是并列的 对不对 只不他显然不下 所以说他换了一行 对吧 显然不下换一行 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些数据我们相信都有了 对吧 那就是这样的操作 那么拿到这样一个数据之后 我们经常需要 比如说取一下 其中的距离保育行 其中的距离保育列 或者取一下其中的某些字段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是需要 对这个dataframe进行操作了 对不对 那么关于dataframe的操作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从他的属性开始 他有哪些技术属性 哪些技术的方法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谁该做这个事情 那就是关于现在要学习的 dataframe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我们前面在讲series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属性 叫index 叫values 对不对 在dataframe里面它也是有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拿T2为例 T2这个样子 T2.index 大家看到 它的index从0一直到2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是一个rangeindex 然后start0 stop3 那么T2肯定还有什么呀 columns 因为T2现在是不是有列所影 index只是它的行所影 列所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dtype object 然后t2.values 取得是直 对不对 也是它的属性 我们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array 看见到吗 array 然后dtype是object 大家可以猜到 当前t2.values是个什么类型 ndarray这种类型 对不对 ndarray这种类型 毫无疑问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还有t2是什么 shape shape是什么意思呢 形状 对不对 有几行几列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取到呀 对 那么t2还有什么呀 ndtype dtype 我们来看一下dtype是这个属性 这都指什么 age这个字段是float name这个字段是object tail这个字段是float 能看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每列是个什么类型 给我们展示出来 那么告诉我们 这age的一件是float 这一件是object 这一件也是float 为什么它们两个是float呢 因为中间有nann 对不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72.ndim ndim 表示这个数据的维度 当前这是个二维的 所以它的ndim是2 对不对 表示它的维度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我们来用一下 比如说head方法 head方法是干什么呢 显示数据的前几行 那么特要方法呢 显示尾部的几行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刚刚的这样的df为例 我们不来printdf了 我们print显示头几行 那么就是df.head 这里面不写的时候呢 过去是显示前五行 我们看一下前五行是什么样子的 就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加方便一些 大家看到没 那么head里面可以传三数 我们写个1 就表示显示前第一行 就显示一行 那么传二呢就显示前两行 head的方法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能看到更加清楚一些 那么对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df.tail 然后也是一样 我们写二 就表示后两行 中间打一圈心弯 这是后部 尾部两行 我们两行的数据呢 它的国家都是讲的意思 日本去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除了这两个方法之外呢 还有info和describe info是干什么呢 它能够展示当显示 对它frame 在内存里面的一些情况 包括什么呢 它的行数 灭数 然后呢 每个字段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info 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展示df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准备一下df的info 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这里人机index 从012到2379 一共是2379行 然后呢 是从0到2378 对不对 data columns 一共有7个列 对不对 每一列是这样子的 actors 2379 2379 都是2379 对不对 然后这几个都是对象 然后这呢 是int 这个是float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memory usage 对 对 用了132kb的内存 对不对 展示非常清楚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df.describe 我们看一下describe 它能够帮助我们展示些什么信息 大家看到 这里呢 它只帮助我们展示 rating count rating value 这两列对不对 为什么只有这两列呢 我们看一下算的是什么 count min std max 这算是什么呀 最大值最小的均值方差 是不是 中位数这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 是不是只有数字才有呀 其他字段是没有的 所以说只有int内型 flow内型的这些字段才有的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像obgex的字符串 它肯定是没有什么均值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describe它能够帮助我们 快速的进行一些统计 统计什么呢 就统计当前这个 data frame里面 数字那些列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rating value 这一列 大家看到 它一共只有2379 2379这么多行 然后呢 它均值呢 是7.7分 然后呢 标准差呢是1.06 对吧 最小的只能2.8 最大只能9.8 然后呢 中位数 是50% 这个中位数是在7.8 对不对 四分之一中位数 就25% 比较四分之一中位数 是7.1 那么四分之三中位数呢 是8.5 对不对 通过这几个中位数 我们就能够非常快速的知道 当前大部分数据 都是其实处于一种8.5到7.1 这个位置的 这个水平的 对不对 大部分数据就在这个水平 那么呢 它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做这种统计 当然了 只能统计什么呀 数字 类型的类型列 对不对 这个数字类型的指的是 inter类型和flow类型的类型 对吧 这是关于我们DataFrame里面 DataFrame里面 常见的一些方法和属性 那么特别是Info Describe 可能经常我们都会用到它 因为我们想要看一下 当前这个数据里面 到底有没有缺失 到底这个数据呢 数字呢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个什么样的分布 都是可以通过Info Describe来看到的 那么前面所写到的 什么shape呀 index colons 这些也经常用 但是这些属性呢是非常简单的 就它的名词 就是的 对不对 所以说知道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刚呢 有这样一个练习在前面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统计狗的名字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统计狗的名字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结合刚刚所学的知识 来看一下 哪些名字 使用次数比较高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它读一下 这是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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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那么Import Pandas 和PD 那么PD -readcsv 对不对 当机点下的 Dog Names -cr -csv 对吧 咱们把它交给df 我们先来print DF head 然后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样子 我们也可以print 什么样 DF info 看一下它的描述信息 首先DF head的前补行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roll label 还有一个count animal name roll label表示它的名字 然后roll count animal name呢 表示的是它使用的次数 然后呢 info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两 有这什么 有这样两列 对不对 这一列 roll label这一列 一共有16217 然后呢 countanimal name呢 有16220 大家可以发现什么呢 它一共是有16220这么多 行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 关于roll label这一行呢 它是有三个缺失的发现没有 因为它一共才16217 这么多行 还有三行没有 对不对 但这个呢它是完整的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roll label里面 肯定是有缺失的 那缺失的那些地方呢 它们可能就是nan潜失的 对吧 就有这种可能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要统计出来 哪些口的名字 用的次数最高 用的平均最多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们要把 这个df做个排序啊 按什么排序呢 是不是按照这个次数 再行排序啊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df 那排序呢 就有这个方法 data frame 中排序的方法 排序 就是df.sort values vlues 做了values这个方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排序 那中间我们要传什么呢 我们忘了或者不清楚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看它的圆码 有个by 大家看见没 by 表着是按照什么来进行排序 你是按照rlabel的进行排序呢 还是rl按照 countanimalname的进行排序呢 那毫无疑问在这里呢 我们是需要按照 countanimalname的进行排序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by 就写它就可以了 那写它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打一下 我们可以让df再等于它 再来presentdf 但能看到这个排序是怎么排的吗 是不是升序的方式能进行排序的 前面都是1 后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要看前10个最大的 我们要怎么看呀 是不是df.tale呀 显示后10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怎么办呢 是不是在排序里面 肯定是有地方能够让我们去选择 升序还是降序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ofsending这个地方 对于true 表示升序 那我们改成force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df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取它的前10个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个问题 取前10个好像没有学过 对不对 我们知道通过head 确实能做过事情 但是呢 关于 关于这里面的这个切片和所以 我们好像并没有学过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用下head 比如说看一下前5块是那几个 看一下 排名前5的用输入最高的 就是这样几个名字 这个名字叫什么 Bella Max Charlie Coco Rocky 对不对 这些名字 我还以为有Max呢 有Max在这儿 刚刚没念 好 这样几个名字 在这个地方 那么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就用head 确实能够帮了我们做这个事情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head呢它肯定 它只是帮了我们取前面几行 它并不是一个切片的操作 对不对 如果我们想要取 比如说从第10行到第20行 这种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非常不方便 那么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就想取前10行 我们想要通过切片这种方式来做 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关于Pandas DataFrame里面 切片和所以 对不对 所以下面呢我们要来 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 来学习Pandas里面的 取航或者取捏 也就是它的切片和所以 那么在 学到之前呢 大家需要把这个方法给 稍微记一下 因为后续呢可能用的方法 会非常非常多 Solo Values 这个方法 来按照某一页 进行排序 某种情况下 它是按照 练进行排序的 对吧 我们需要把 by的指定出来 到底我们要按照哪练进行排序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学习 但是里面的取航取捏 所以这块内容 好 谢谢 谢谢